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大 早上好 中午好玩伤好 我是国际解说狗头骑 继续来看新加坡的CPT白金色 我们看板桥掏出了一个手机 你仔细观察后面有一个煤气罩般的设计 没错就是iPhone 11 Pro 也就说明了板桥最近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 对不对 都用上了这个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手机 那接下来发帖子或者问战术 会比原来来的更快 这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优势 那今天对阵的另外一边是来自新加坡的闲 他们这摄像头也很微妙 两边看起来像引流之主的对决一样 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引分身对不对 他这个摄像头是从左边往右边拍的 右边往左边拍 然后一个对阵里面竟然有四个人 很少有见到街霸里面二对二的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场的话 会是一个桑扎尔夫对上一吹的对决 自从这个Kichibamu对边是用桑扎尔夫 拿了一个亚军以后 我看板桥似乎对桑扎尔夫这个角色 又重新燃起了一些坚定的信心 最近比赛上面见到的都是桑扎尔夫这个角色 阿比盖反而会比较少 那现在开场已经到了板边 显他是一个很会打这种大体型角色的玩家 他对于力回控制方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骚 从街霸四开始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来看一下现在血量上面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 板桥这边唯一的反击机会是通过自己把对手放倒以后爆VT 然后跟对手强猜一下就看他能不能放倒了 放不倒的话就用重拳强开肯定是血亏 跳路成功然后3P这里应该是可以交了 对没错下段直接猜一下 中角命中然后再拉回来 这样VT滚掉的话应该是没有了 对手手上VT只要丢出来 刚说完就直接丢了吗 然后一发雷打还没死还有口气 那这一口气没有用 他选择的是起身直接抓EX 那闲这边也没有理由不来压你 因为你手上又没有V压 也没有这个满资源 他没有怕你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直接抓上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了那现在已经是到了第二灯 板桥这边还是在寻找自己切入的机会 跳路成功的次数还是不少 但是打的是高点很难落地继续压 距离又比较远 中拳魔中 前这边还是非常耐心啊 一发中角被VS毒中了 会把EX考试开始打到乱动 但是是两下轻的打不疼 一点距离压出去 对手直接这样绕一个后出来 板桥还是点中了 不过是要被压一个满边 VSVT交了落下来走一个正面 然后再走一个正面 板桥全部防住了 板桥说我眼睛一闷我什么都不想了 这里VT交过来以后直接交CN CN打完以后就修正比较大 应该死不了 死不了的话还有一口气 看他最后一下怎么来猜 直接走过去一发重拳 直接打下来了 那现在这里应该是想要后后或者是跳了 很有可能对手会在这个距离出一个轻的指令头 上来VS续一下 中角打中以后马上确认一个轻角 现在这里开场还是占到一些便宜 但是在对空方面他是基本上不考虑 如果要对空的话必须要交EX的升龙 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不好对 直接用EX表再次做一下强压 那对手又到了这个很尴尬的局面 没有 没有血有资源 直接开出自己的VT 那这样的话开的很仓促 从局面来看的话应该是很难防得住的 直接EX这个丢的有点远 板桥这一怎么办 头转身不转转一转 转完以后就去世了 直接吃了一个鸡 双方在打了40秒以后 板桥竟然一下都没有摸到鞋 整整40秒 这太惊人了 应该30秒30秒 在双方经历了一个很激烈的利回的情况下 板桥没有摸到鞋 你可见鞋是多么的皮 真皮沙发 下段要摸中 对空 nice 直接确认一个生龙跟上以后打拆没中 这样打拆有点贪 直接被抓了一发再往前压过来 跳中角 没有这一次的话 闲终于是留了一些注意力在天上 直接去抓掉对手的一发起跳 完了板桥这边跳的有点毒 再一发跳弱这里有点 有点拼 直接被对手一发三批对下来 不过好在代价不是很大 中拳摸中 然后VS 这一下要猜一下 走一下 还是正面正面 啊全部是正面 那今天弦也是铁了心 要猜对手正面 板桥也就铁了心 我要防正面 配合的有点好 这一下VT拉回来 好的 最后是下段抓中了 这边是要带一个EX 弦这边手上有个能量 会不会来 啊 哈哈哈 为什么呀 我都猜到了要来啊 这个板桥看到这时候有这样一个能量不信啊 这时候就是505055开啊 这个真的就是55开啊 弦这边反正就只有一个资源 也就这一点血量 我打出去 反正重和不重就这么一回事了 板桥就不愿意信 换我的话我肯定出这个声 好了这一下对空成功 再一个头锤 到板边 下中鸟又魔咒乱动 这就压板边压得很秀 这一下想出来直接往后流出一步 想绕后没门 坏桥翻译很快 这边也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力回 请对手吃个皮 你们到底吃几个意思 没有啊 皮没吃到啊 不是我的错 yes 这边手上CA CA也不在乎了 无所谓了 反正不可能用CA去打对手 用中拳后的轻攻击PASS 现在这边板边最后的反抗 那其实这些反抗呢 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攒能量啊 多攒一点试一点 VT丢出去强压一下 再多攒一点能量 流到下一灯 对吧 显肯定就这么想了呀 这一下这个铲有点灵性 直接交付压 板桥这边被被吓得不轻啊 这个还是跳轻攻击 那这样的话先是攒出两个能量 还差一点就要三个了 不过坏消息是板桥也是三个 那双方是要打一个满资源的开局 啊上来轻攻击往前走 被反抓一个EX 板桥凹了 拼命的凹指灵头还行 想要再抓对手凹出来 防住 哦 nice 这一下插盒是抓的有点好 这里中角携手打一套CC 把对手送进了板面 感觉舌头有点突然变大了 对空 nice 直接上一发生龙到板边 一套TCEX起来应该是要修正了 正面背面 正面背面 哎呀 打了一万次正面来一次背面 对空 nice 弦真的运筹为我 板桥这里是没有太多的智慧 这在立回上被打爆了 人要突破很难 弦这种就是 善于玩弄你的选手 还可以慢慢的消磨你的耐心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把你给弄死 那板桥在这里其实也是输得心腹可服 刚才没看到这个弦的立回是真的很好 是吧 他他在三十多秒的情况下 啊 就三十多秒时间里面 竟然让板桥一下都没摸到自己 我也蛮佩服的 因为桑吉尔弗里的角色 他想要摸人的话 其实成功率应该还会挺高的 有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招式 啊他现在做到这个份上 说明牛逼人 对不对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了 好爱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